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兵 陈兵 小雪 你怎么样 没事吧 魏师兄 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魏叔 魏叔 你终于醒了 魏叔你没事吧 没什么事 你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得想办法逃出去 可是我们现在都被绑着 怎么逃 出生之毒不畏虎 出生之毒不畏虎 早就知道你们不会乖乖束手就擒 方济 你为了赢过太极 真是不择手段 你就是个阴险小人 随便你们怎么说 今天 你们这些太极门派的传人 全都得留在这里 有我在 你休想得逞 江湖规矩 方丈们 一决胜负吧 就凭你呀 你够资格吗 是 请不清 看看 你够赢了 够赢了 小猪 你够赢了 丶二书 就是 你够赢了 对我 你不要再执迷不误了 把其门的事 别让你当你来教我 书初 再来 书初 非师兄 房积你太卑鄙了 兵无厌诈 胜者为妄 来吧 接下来 才是真正的接错 那来吧 走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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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你 已经成了我的八七杖了 你不要以为 你能安然地走出去 我告诉你 八七不会认输 警察来了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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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校长送你回来 我还以为我听错了 你还是没有变 我就知道你会在这 如果没事的话 请回吧 我在研究其路 再和我下一盘吧 你为什么要转系啊 下下棋静静心挺好的 都是因为我们 你才变成这个样子 并不是非要练我才能活 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魏楚 你之前可是视太极为生命的人 我一直以为你可以放弃生命 都不会放弃太极 放弃练武 世事难料 不行 我一定要找一个可以移植好你的人 算了 这事 就这么过去吧 在我这儿 过不去 学历上次的治疗时间 已经过去了半个月 你身上的各处骨骼恢复的情况 并不明显 尤其是这两个地方 它压迫着你的神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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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 这些人还不长得了 你还不长得了 你也不长得了 静柔 哀家 你还看这幅画 画面清冷寂静 意境悠长 实在是一幅难得的佳作呀 这幅画的确是上家之作 可是 你相信吗 这幅画的作者是一个大义的新生 名字是叫 风飘飘 风飘飘 我也听说他很有才华 入学考试拿来的那幅画作 书画系老师都想疯了 这幅画 好眼熟啊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平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飘飘 你这幅画 我的画 你的意境 理他那个目的 完了 完了 这是爷爷的话 我说这么眼熟吗 我那天好像拿错了 学校不会因为爷爷的话 才录取的我吧 是风飘飘学妹吧 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 这幅画 真的是你画的吗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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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幅画确实相当地完美 可是 以你的年纪 画中的意境 未免太过沧桑了 我觉得 不大可能 当然不可能 我们不能以貌取人 我们学习书画 持其志物报其器 锦于言而胜于行 但是书画这个天赋啊 天赋是一种感觉 只能感受 而没办法察觉 明白 可是孔老师 这幅画格高一远 如果说没有一定的阅历 只凭天赋 他怎么能做到呢 画有时候不要想太多 可是孔老师 这 艾佳 风飘飘学妹 你创作这幅画的确是上等制作 不知道可不可以向你请教一下 你在创作这幅画的时候 不管了 先过这一关 为什么会用这手 学姐 你不要再说了 实不相瞒 其实 这幅画中的老人 这是我的祖爷爷 看起他 我就想起小的时候 他带着我 对不起啊 老师 我 我想我先走了 用情自身啊 画画就是要用感情 你 你 是我们书画学院最优秀的学生 老师应用 但长江后浪推前浪 飘飘在你之上 加油 飘儿啊 真是不好意思啊 今天布展结束之后 同学们在打扫的时候 不小心把你的画给弄破了 我也很生气啊 可是 那 这样好不好 离画展还有三天 你可不可以画一幅一模一样的 完了完了 就算我能画 也达不到爷爷这水平啊 孔老师 你知道吗 就是绘画的时候 是很需要心境的 我没有当时那个心境 我就很难达到这个水平 对 我老糊涂的 对 画了一些要心境 要不然这样好不好 你家里面有没有以前你画的 跟这张差不多的 你拿过来 要不然这第一名的 没有展出的话 我很难跟院长交代的 老师求你了 行 那我回去找找 那就对了 谢谢你啊 太可惜了 这么好的画 你那当完 错错了 里面有什么奖品吗 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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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吗呢 你这样脑子会爆掉的 我真的要爆掉了 你爆掉什么呀 我才要爆掉了 你中午跟我吃那么多东西 我都吃光了你又不拦我 你干吗 我 干吗 我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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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呀 好想找爷爷帮忙啊 可是学校有门禁 要周末才能回家 怎么回事啊 门进 相信你们已经听说 魏楚回来了 本来太极戏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没想到魏楚偏偏挑这个时候回来 我不允许我的计划有任何闪失 你们懂吗 懂 你们真的算什么 不允许我的计划有任何闪失 魏楚 好久不见 我们找你讨笑来了 给我们做什么 给我们做个实验 哇 我们你们必须有任何闪失 我们正在走 我们都找到一边 他是我们的 人都找到一个想法 我们ій主 还我们的是那些想法 还是有任何官协ower 我们已走 我们即将来 第一次想法 哈哈 你们即将法 我们就走吧 他会武功 别打脸 什么呀 耍花样 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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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走 卫出你个小人 接人报警 别怕 留我在 我们这人冤家路窄啊 算了 不用谢我 我有让你帮忙吗 你 我就说嘛 怎么可能会有警察 骗小孩的把戏都用完了 躲到身后干嘛 出来 别说话 是 都有江湖中人 各让一步呗 还蒙面女侠啊 我告诉你们 一个我能打 两个我消打 太极 是 是 刚才是我脚崴了 再来 小 小 好 没事吧 师兄 师兄 没事吧 可恶 给我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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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 你以为我想拉你啊 我得赶紧回家取话 你取话我的圣衫怎么算 陪你我加油 给 我家就这么一件适合你的 你拿着穿吧 给你 CMF的藏风学院 什么时候允许学生 在门迷世界里外出的 我不是藏风学院的学生 哪个学院都不行 关你什么事 赶快 赶快走 好 怪不得人打你 要我找十个人打你 回家取话 应该是文院书画系的 书画系姓风 难道 难道 所以你的计划失败了 消息之道还挺快 可受伤的未处都对付不了 你还能成什么事 从一开始 我就不应该对你抱有什么希望 我就算失败了也去做吧 你呢 你干了些什么 我是你的门主 说话给我注意分寸 深仇大恨不是只你一个人有 我们和太极系都不共戴天 我自有打算 你做好你自己分类的事 好 我拭目以待 不过你说卫师兄 为什么不让我们调查太极女高手 这明明才是事关太极生死之事啊 没有这么严重的 怎么不严重了 太极一乡传内不传外的 你要是被偷学了去 岂不是败坏规矩 那画 怎么了 你看这画的笔风 阴阳相生 以柔硬刚 分明是使用太极的招式吧 所以你的意思是 画这幅画的人会太极 很有可能 风 书画戏姓风的 我觉得应该调查一下 继续寻找神明女高手 只会引来不必要的争端 你们两个 别这么冲动 这件事情 没有你想的这么严重吧 陈冰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这件事 就这么定了 师兄 我们知道了 我们会注意的事情有 好 那今天就先说那么多 我们就先告辞 拜拜师兄 走吧 魏师兄 师兄这两字 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我 你站住 你是那某男某女的师兄 你还说你不会有功 他们叫我师兄 跟我会不会功夫有什么关系 你 不对 你 头怀松抱 你还要这样多久 谁疼快松霸了 还不是就怪你 别人都以为 我跟你告白被拒绝了 我连往哪儿风 你是斜了门了 我怎么一碰着你 我就摔倒了呢 没事 我爷爷说了 这是因为我小脑发育 不健全 这不怪你 好吧 跟你没关系 不对 你 你骗人 你说你不会武功 我真的不会 你 骗子 你等着 你 你就不会 你 要 我 现在 内心 端马骨有点迟离 你果然会哭 这也算很功 好啊 不成是吧 PK 你确定 哼 来啊 魏诗秋 我就是这样偶尔会变本 有些迟钝 也可以却实为单纯 和恋人失散多年的失敦 不打脸 往时的中方向 向前跑 就算了 你赢了 你耍赖 你小人 我给你机会了 你自己没有把握好 你不是给我机会吗 你这是什么呀 我打你 我不是亲我来我病财吗 心性不错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知道 你不会 我知道你不会了 我我我 你摔到哪了 我我 你这样摔摔 不成 你看看我是谁 他猪头 我脑袋摔坏 我带你去医务室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没事吧 你要帮我带去哪儿啊 医务室啊 不用了 我有私人医生 你把我扶过去就行 好 好 看起来像是膝盖骨骨折 怎么也得恢复个一年半载 我相信陈生的技术 他会治好我的 现在的问题是 你一个人住 又没个人照顾 接下来几个月 很辛苦啊 你放心 我犯的错 我会对你负责的 把手机拿出来 你要干吗 加个好友 方便你对我负责 你该换个头像了 这头像不适合你 陈医生 他呀一直体弱作病 这说来话长嘛 不过说起来 我是从来没听说过他 接触过什么异性 就更别说带到我这儿来了 我跟他也不熟 这次纯属意外 这一回他伤得可不轻啊 看来这次只能拜托你了 悉心照顾 他这个人呢 有点洁癖和强迫症 家里必须一尘不染 东西必须放得整整齐齐 衣服一定要运过 叠成正方形 不喜欢他花里胡哨的东西 水果他只吃梨 香菜和大蒜都不吃 不喜欢吃任何的动物内脏 不喜欢油 也不喜欢辣 这往后啊 你得多单单点 好 这跟腿有关系吗 既然答应了要照顾 那就好好做吧 这 这是 看门词卡 你给我这个吗 你不是说要道歉吗 你答应了要照顾我 你明天上午没有课 过来做饭吧 你怎么知道我上午没课 行吧 我应该做的 对了 我家冰箱里面没有食材了 你明天来的时候 买点东西过来 菜单我一会儿会发给你 钱我出 我还要买菜啊 行吧行吧 我把你送你 不用了 你回去吧 明天早点过来 好吧 那你注意安全啊 喂 楚 吃饭啊 给 这是我给你做的一顿饭 我跟你讲 此饭只有这没有 我这是人生中第一次做饭 一定很好吃 第一道菜是 元气满满汁 画个圈圈 保佑你吃了就会开心的 阳光小煎蛋 这道菜呢 是游到你心间的甜甜小芹菜叶 然后这道菜就 等会儿 这个是什么 叫芹菜叶 尝尝 肯定很好吃 算了 我今天不想吃菜叶 没关系 不想吃菜叶 我们还要下一道菜 看似很咸 但其实没有味道的 肉酱茄子 是肉磨茄子吧 随便 这看起来是酱饮之末 反正都有 尝一尝 别带我 肯定很好吃 手拿开 千万不要浪费哦 点好 你也尝一下 好嘞 等这一刻 我等了很久了 你知不知道 我都快发芽了 熬 就是咸了你 这为什么这么咸呢 我把酱饶当醋放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还有下一道菜等着您 十全大补猪蹄汤 它里面放了补血的红枣 还放了人生 当归 还有那个红红 小小亮亮的狗茄子 我快尝尝 肯定很好喝 真的 你尝尝 而且我放了黑胡椒粉 提出味道 别 别漏了 别漏了 好不好喝 这个还挺好喝的 我就知道 你看 等一下 这一碗汤都是我的 你别喝 哎呀 你小气鬼 你看 我做的太好吃了吧 好好好 我不给你抢 不给你抢 你喝 你喝 我看你喝 我看你喝 你喝 里面放个胡椒粉有点辣是吧 没事没事 多喝点 好好好 都是我的啊 嗯嗯 都是你的 我吃饱了 筑地汤剩下的冬冰箱里面吗 下一顿再喝 冰箱 那锅放不下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你一定会想到办法 要不 你就分锅 装一下 那分的话 也装不下呀 你会想到办法的 这样吧 我想办法 那你叫 别说话 你叫我 神奇小出神怎么样 叫一声 我就去想办法 我看你总跟别人下棋 你有多厉害啊 来 跟我下 你会下棋 笑话 强到爆炸 好 我先绕你三次 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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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学掉了 快点 快点 我赢了 赢了 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下的 胡子琪 手下摆脚 好 算了 没事 你继续打扫去吧 你再陪我玩会儿 不是 我再陪你玩几局嘛 不理人 又不理人 呢 来 行吧 看书也好 多看看 学学知识 看怎么能打得过我 玩得不好就得看书 多读得读 然后再跟我 下下棋 无子气 客厅的桌子 谈透不定的内心 短马不够的吃力 命中注定的相遇 出场戏让我响起 小说里的比喻着急 能不能认真点 单天需要深呼吸 保持长大的定理 暧昧是基本靠地 卫叔 卫叔 有人追我 快 打开来 快 你们知道这个事情 就跑 我就是这样偶尔会变本 有些迟钝 也可以却实为单纯 和恋人试探多年的心态 往事点中放下 看你家这一直做的会落灰的 我扫你的力气 该怎么试着防御 我的步伐在哪里 你是不是敢说几句 别对我感想太急 只剩那种丝马迹 却依然在浮现 暧昧的情节 处处处处处有点心 我复复复复醒来的你 多复复多少的秘密 藏藏藏藏没谁的心 再探 完了完了 我之后又闯祸了 吃饭了 你看什么呢 你不是想知道具体数额吗 我就勉为西南给你算了一下 二十八万 这么多钱啊 其实也有别的办法 你拜我为师跟我学太极 我会每天扣述你的现款 这么简单 你还说你不会武功 你骗人 那你大叔干不干 干 一天三百 五百 四百 成交 那我也得先去问一下我爷爷 我爷爷要不同意的话 我爷爷不行 那 你带我去趟你家 去 我会说服你爷爷的 今天就去吗 嗯 今天就去 小兄弟 应该怎么称呼你 我姓魏 莫非你是 当今卫视太极的掌门人 正是在下 飘飘 爷爷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红烧肉 你先去用微波炉打一下 红烧 可是现在吃是不是太早啊 快去快去 别啰嗦快去 快去 我 我听我奶奶提起过您 百事这件事如果可以呢 就这样决定了 爷爷 你跟他有什么可聊的 好好说话 我们聊的 都是些陈年往事 没什么 没什么 你说不起我爷爷了 我爷爷脸色都不对 傻孩子 不要对我一同学 那么无理 封爷爷 没关系 封爷爷他 已经把你托付给我了 托付 嗯 你爷爷他已经同意 让你拜师在我的门下 嗯 魏同学 那我就把飘飘交给你了 什么 拜师 飘飘 他可是卫士当代掌门 他开口要收你为徒 这是你走了天大的好运呢 魏掌门说 他愿意传授你卫家太极拳的真谛 你跟着人家掌门人学 千万要用心 有什么料气 这可儿媳不得 拜师帖 姓随魏楚先生道鉴 弟子风飘飘 年十八 久仰先生武艺 承蒙先生 允纳门下 愿拜 魏士太极掌门 魏楚为师 执弟子之礼 谨遵师教 风飘飘顿手 优优独播剧场 梨城 离城 起来吧 今天的礼仪 都是按照本门的最低标准 毕竟 今天收图的事 是我擅作主张 等时机成熟了 我会给飘飘补上一次 正式的白事仪式 另外 今天收图的事 暂时不能外传 希望飘飘和风爷爷 可以替我保密 约定 这个放心 小偷还会做面吗 好香啊 你要吃吗 你 你做的 吃点 把那胡椒粉给我拿下吧 拿瓶水吧 好 好 谢谢啊 陈医生 他的膝盖怎么样 我相信陈医生的技术 他会治好我的 看样子啊 把膝盖骨骨折 膝盖骨歪掉 膝盖骨骨裂 膝盖韧带拉伤 不休养个一年半载啊 肯定好不起来 现在的问题是 你一个人住 又没一个人照顾 接下来这几个月 不太好办了 魏楚 你的腿 我 我那个 你骗人 我欠你钱 我都还你 这 怎么就给忘了呢 这 怎么呀 我觉得我瘦了 一定是最近学习压力太大了 我要奖励我几顿消逸 一块吃 我不去了 我要复习 你复习也得吃饱了 再复习嘛 走吧 那我给你带 好 你给我带个肉夹馍吧 他点上了 说爱我 我爱你 好 我知道了 快下班 回来吧 你个大骗子 你让我回来我就回来 骗我事怎么说 不就还人情吗 我回头会还你 你回来了 我给你复习功课 当做补差 复习功课 我 我这复习得挺好的 我都会 我用着你帮我复习 你不用不说话 你不说话 你不说话 你不说话我真怪了 稍等 稍等 稍等什么是稍等啊 喂 喂 略处 这么晚找人家 有必要吗 怎么没有理要 都几点了 他肯定睡觉了 才不会 你看现在才几点啊 不好 魏叔 你没事吧 没事 你没事 魏叔 你千万不要上 他跑了 他跑了 贵处 魏叔兄 我们跟丢了 没关系 你知道他是谁吗 不知道 不过 我家附近安保颜阁 能混进来的 一定是有备而来的人 那既然小区的安保严格 那我们去调监控 把他找出来好了 不行 那个人伸手老练 他一定躲开了所有的监控 魏叔 你没事吧 没事 一只老鼠而已 老鼠 你骗人 这老鼠多大个人 你别打劫了吧 师哥 师姐好 我们怎么在这儿 晚上好 晚上好啊 晚上好 你们继续 继续 还不赶快走 我们两个也是 刚好路过 然后不打扰你们了 晚安 师兄师曹 晚安 不是 那么不说呀 解释一下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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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什么 解释 你一听说我出事了 一大晚上跑过来 我呸 我 我跑过来 是因为你出事吗 我是因为 我是因为你这条腿 你骗人 你还骗我照顾你 这是没完 你 我是你师父 徒弟 照顾师父 有什么不对的吗 你 收拾屋去 我累了 不可能 别想再指着我 那 你欠了我那么多人情 打算什么时候还啊 你 好啊 你就知道欺负我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没事儿 你脸好白啊 没事吧 你不会吐死吧 来 快来 快来 你回去吧 你回去吧 我得照顾照顾你 你万一 万一需要附件 那我只能 只能拿出爷爷传授的 按摩绝学 我脸上有东西啊 我 去 怎么这么热啊 怎么这么热啊 我就知道 是你们啊 Tage 杨快多了 会叔 你怎么样了 我没事 今天我回来的时候 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的 我这里也是 你说来我家翻东西那位 和偷袭你的 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他们 是不是在找什么东西 点上吧 有点 是 飘飘学妹还没走啊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大王的嘴叫什么 张航 张航 你还怕张航 那 那个 你先下来好不好 对不起 看清楚一点 这可不是张航 这是双叉戏金规 说金规子客 什么双叉戏 走走 跑走了 对了 跟你说个事 我今天不把你打扫了 我回去复习了 马上要考试了 你还知道自己要考试 下午干嘛去了 下午 下午 下午干了好多事 记不住 没 没干嘛 我先回去啊 你留下来复习吧 你留下来复习吧 这个时间回去 复习会到了别人休息 可是我也没有复习资料什么的 你需要的书 资料 我这都有 好吧 你这么复习实在 太没效率了 给 这两本 我已经给你画过重点了 都是容易考到的内容 你 走中复习那里就可以了 其实美术 跟太极一样 都讲究重点 以后 就这么复习 你怎么知道我书画系 复习哪儿的重点啊 你又不是书画系 不相信我 也不是不相信吧 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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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你 相信你好吧 这不是我客人表吗 你怎么有 那张是什么呀 你的训练表 看一下 训练表 你的太极训练计划表 放心 这个计划表 我是按照你的课程表来制定的 不会耽误你学习 不是不是不是 是 是不耽误学习了 耽误活着呀 跑步两个小时 路程不低于三十公里 俯卧称 表卧起座 屈臂 这是什么 双手反卧单杠 什么哑铃 你 你看一下 你是不是写错了呀 这个引体向上 是我做的吗 你 你 我今天不陪你吃早饭了 我考虑要来不及了 等一下 把这个喝了 我不喝吧 我不太喝 你没资格拒绝 这是训练计划的第一步 补充蛋白质 来挽救你那 不堪一击的肌肉 这样总可以了吧 要了 准备结束 再回来训练 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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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h 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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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آ 韦楚 听见了 韦猪 韦猪啊 韦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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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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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双云谷 来寻我 你来了 不是训练吗 你来这儿干嘛 看那边 流水一试 而磐石不动 你若是可以达到那样的心境 练功便可以事半功倍 手机给我 你要手机干嘛 训练时间 不许玩手机 我 反人 那给你吧 为了增加你的训练激情 我改一下你的手机铃声 解开 我不 解开 不 解开 去吧 坏人 刻苦训练 魏除 傻 删了跑十圈 魏傻 你是不是有点过分 我还没说完呢 有罚就有赏 你的训练表 一共有六项体能训练 你完成所有的训练 就可以算你偿还了一半 真的 好 程妖 明天零售五点 几点啊 迟到一分钟 划十圈 刻骨心电 刻骨心电 刻骨训练 刻骨训练 铁哥 刻骨训练 刻骨训练 尾巴皮 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 大早你在跟谁说呢 早晨五点 我们约定的时间 铁哥没有 你去哪儿了 你先说吧 铁哥 我 你 我 深深呼吸 梦想在你我心中被燃起 无畏无惧 多一点努力 成败都有不平凡的意义 一步一步向前慢慢靠近 一朝一时解决所有能停 六项基本训练全部不合格 看来你还差得远点 算了 还剩最后一项开始战装 我到底要站到什么时候 站到我说停为止 我刚刚跑马拉松你又让我来站这个 你是魔鬼吧 认真点 手抬高一点 连站桩都站不好 你还想做什么 还记得我之前说过什么吗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什么 牧师前方你看到了什么 流水一试而磐石不动 你若是可以达到那样的心境 练功便可以事半功倍 看来之前我跟你说的话 你还记得 很好 这段时间的训练 感觉怎么样 你累死我 跟你之前的训练相比 怎么样 这能比吗 我之前训练 跟我爷爷一起打的时候可太行了 就跟玩一样 打完还可以吃东西 跟你 我累到爆炸 你爷爷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者 但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教导者 不是说我爷爷话话 我爷爷哪儿不好了 他教我教的不好吗 我不厉害吗 不好意思啊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说 如果你想参加我到大会 按照女儿来的训练方式 完全不行 凭什么说我不行 你参加过 就你行 如果你只是想把它当兴趣的话 你可以继续找你爷爷训练 但是如果你想爷爷爷 想成为真正的太极高手 你就必须要按照我说的去做 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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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不许说我爷爷话话 好 你明天不用来了 跟你爷爷训练去吧 三金灯火五金天 方式好学生读书时 时间到 收据 快 收据快 老师 我这都会比 输到用时防恨撒娇见了 刘萱 我好累 人生好难 我也累 我喝正了元气我想吃肉 好 好 美术室成绩出来了 是吗 我多少分 98 真的假的 我看看我 一定也一样棒 六十 六十 六十挺高的了 而且你天天上个玩手机 你能集个不错了 我超那么认真 我看可染啊 六十 对得起天板 我就是有卫初给你复习 其实美术跟太极一样 都讲究重点 以后就这么复习 什么 没想到 喂猪头还挺厉害的嘛 想什么呢 没有 我在想 一会儿还有事 去哪儿 去 去还债 昨天你爷爷的事儿 抱歉 我不该那么说的 既然我要教你 就会教你最好的 你爷爷没有完成的事情 我帮他完成 这应该 也是他的愿望 那 那就拜托你了 三十秒 五 四 三 二 十 六 七 八 九 十 六 七 八 九 九点一 九点二 十 继续 这一次五分钟 五分钟 五分钟 你干嘛呢 好 八十 这次我盯着你 准备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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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钟 一 天 一 一 二 五分钟 十 鲜 六分钟 五分钟 五分钟 六分钟 五分钟 什么打坐 在打瞌睡吧 胃猪头确实长得挺好看 这眼睛 这鼻子 好看吗 看够了吗 我 我 我上课去吧 我没看 卫处 我和小姐最近查到 那个谭林本来姓方 而且她还出入方界的老宅 我想这件事情 可能和八旗门的方家有什么关系 那 她在校内的人际关系 你们有查吗 查了 可是暂时还没有发现 和八旗门有关的事情 事关八旗门必定凶险 这件事你们就不要再管了 那我们就这样放过她 她应该在短时间内 不会再有此时端 之后 就叫给我来处理吧 就听我的 和白海洋一起振兴太极戏 才是你们的头等大事 找我来干什么 听说你最近在调查封票 那又如何 查到什么 果然 废物 永远都是废物 告诉你的有用的吧 她入学的两幅画 都不是她画的 是吗 那这样就有趣了 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当然 做话 做话 奖 看得出来 你似乎很讨厌风飘飘 你想说什么呀 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风飘飘身败名裂 从此消失在CMF学院 相信我 这则是你最绝佳的机会 这好端端的上个鉴赏课 怎么一个个如临大敌一样 什么意思 康老师 当事人来了 老师好 你发生了什么事吗 够了 风飘飘 你不要装了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你是偷话入学的 你有什么证据啊 就是你一天都闻这儿乱说话 我真的是 康老师 您看一下 这是风飘飘高中时期的坏话 想并大家都能够看出 这绘画技巧上的差距吧 其实老师 您只要随便查一下 风飘飘家里 有没有擅长绘画的长辈 就全都明白了 拿着本高中时期的 美术课作业 您就说是证据 搞笑吗 高中的时候爱画漫画 长大的就喜欢画 沧桑的不行吗 人就不能成长嘛 所以风飘飘你告诉我们 你是怎么在短短的时间内 学会无可挑剔的技巧 领悟沧桑的意境呢 你说你这个人 晓晓 你先别说了 黄飘飘 这幅画是你画的吗 请你诚实地回答我 骗得着所有人 骗不着自己 是你画的吗 不是 根据校规 像他这样假借他人作品 不是凭自己真材实料进来的人 就应该授予开除处理 以正校计 以正校计 就就你这话多是吗 轮到你说话了吗 萧桑 你知不知道他偷画入学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 因为他 失去了进入这所学校的机会 黄老师 我们每个人 为了进入这所学校 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红飘飘的所作所为 严重违反校计 根本不配做我们的同学 这样的人 只会让我们学院蒙羞 孔老师 我们现在就开除他 让他回家好好反省 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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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孔老师 这个时候 不是您偏谈风飘飘的时候 老师 你听我说一句 这幅画 确实不是我的 但我也不是故意的 是在开学当天 我着急拿错了爷爷的话 我当画展的时候我才看到 这种巧遍的话你都说得出 你把大家当傻子吗 既然一早就发现拿错了 当时为什么不说 你心安理得地接受着大家的赞美 你现在这样说 不觉得太可笑了吗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这这 我现在说什么都觉得 很好笑 但我在这里 真的想跟大家说一声 对不起 我希望 同学们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对不起 开除他 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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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好 老师 我知道老师你现在对我 已经失望了 我希望你还能相信我一次 我觉得我可以证明 我有资格考上这个学校 我也这么认为 两周后的上香书画展上 冯飘飘同学会当众作画 让各位作为评审 到时候她的实力到底如何 大家都会知道 画笔是用来作画的 英国学者培根曾经说过一句话 知识就是力量 老师补充一句 实力还是力量 要不要开除封飘飘同学 两周后实力见真章 对 对 刚才做得不错 两周之后 我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 许章生这一招用得不错呀 我许章生是什么呀 我不跟你学的 再说了 我要是不说 我不就被退学了 还哭了 我就哭了 怎么了 你还笑你是人吗 怎么办 好了 好了 虚张生是这一招做得不错 拖延的时间就还有办法 什么办法呀 学生 老师 怎么 不相信我 把他偷偷起来 你干嘛 别哭了 你干嘛 别哭了 你干嘛 哦 会落下 也许是心意 孤独吧 所有牵绊 所有苦难 还在挣扎 你来干嘛 这个不是我上次被弄脏那件衣服吗 不打算画画这个画 画风巧妙 笔法流畅 实在是难得啊 你炫耀啥 明天的课程改为学画 我知道了 师父 等除掉了魏楚 就该轮到你了 门主 隐藏在魏楚身后的那个一打气的神秘女高手风飘飘 应该足够让你受尽折磨了 不过 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完美 挂哪里嘞 挂哪里 挂哪里 你画的 你画的 你要把这画挂在我这里 等陈冰阳丁雪他们来了 我该怎么解释啊 你就说 守高人指点 怪于厅堂 好运长相伴 高人 要不 我 再天天笔墨 过来 我教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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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东西放这儿 我背了这么久 你现在说不话了 之前你在我家作画 你的技法已经远远超过了你的同龄人 你无法下笔最大的难题就在于心境 你不知道自己想要表达什么 作画和太极一样 讲究平衡 平心静气 意境就在于心 用心去感受 感受四周的一切 而聪牧鸣通达四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万物皆有心生 你无需按照你爷的风格来做 你只要做好你自己 想你所想 做你所做 将其诠释出来就足够了 好 好了 太阳快下山了 我们回家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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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肖 不用 我可以继续画 肖肖 肖肖肖肖 肖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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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 他真的会画 太完美了 太极阴阳平衡的灵魂 也证明了你自己的实力 老师之前 老师 我来说吧 我觉得我一直欠大家一个道歉 今天站在这个场合里面 我跟大家说一声 对不起 既然都站在这了 我有好多话 憋在心里想跟大家讲 其实呢 这段时间 我过得一点都不开心 我每天都很辛苦 因为这个上乡淑女的名号 让我浑身都不自在 我就很怕被大家看到 看到我不好的一面被戳穿 我这个人呢 什么都不会 也没什么特点 有好多事情 我做不好 我就很容易放弃 这个时候呢 多亏 有一个人出现 他帮助我 他告诉我 应该怎么做 他教我 他教我 无论如何 我都要做自己 我都要做自己 仅仅是因为 我只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一个 风飘飘 如果 如果 我还有机会留在学校的话 我只是想用实力告诉大家 抛开书女这个名号 我一样可以做得很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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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以为对魏楚和风飘飘的事情了如指掌 但是我劝你 做人别太自由为师 六项体能训练 勉强合格 说话算数 算我还一半 不许反悔啊 君子一言 司马难追 不过 你还欠我挺多的 行了行了 别说了 我知道了 那你说如果我太极要是打到一定程度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抵消全部的人情 那得有个标准啊 行吧 标准拟定 好吧 随便说 开个价 那我想想 那 如果你拿到了全国舞蹈大会的冠军 我们两个之间就两清了 冠军 是不是有点难啊 做不到的话 你就在我家打工吧 不想打工 那就训练啊 我不想训练 我不训练 那还是拿冠军吧 做我拿不了冠军 在我家打工啊 做牛做马 我不 我不要做牛做马 我也不要打工 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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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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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我不教你了 你直接打工吧 不行 那从下周开始 练习打坐 打坐 像你一样 当个木头 我不打坐 我不当木头 木头又不理人了 不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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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头 不理人 来 快来看啊 不理人 你傻吧 你真傻 真是稀奇啊 各位队长和全道戏 聚在我们太极西干嘛 我们庙堂小 招待不起你们这么多神仙 你以为 我们来这儿是开禅话会的吗 那你们究竟有何目的啊 什么目的 你们应该自己想想 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了 你就是到处在我们藏风学院 各系切磋的那位 对 是我 怎么了 可是你口气还挺大的 我们藏风学院 只要涉及到比武 就一定要经过学生会统 然后再由导师做裁判才可执行 你刚来学院不久 就破坏咱们学院的规矩 什么通知都没有 就敢一个人上门切磋 今天我们大家到这儿 也只是想讨个公道而已 对 而且这一次 我们一定会讨回一个公道 假如你们败了 你们就得直接费心 对 费心 费心 大家先冷静一下 这位同学 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啊 还记得吗 你 想废我们 拿出点本事来啊 打 打 打 闭嘴 吵死了 就凭你们几个 配吗 配不配 可不是靠嘴上说说而已 好啊 那来试试吧 来啊 你们干什么啊 那么多男生欺负的女生 好意思吗 吓吓你们干吗呀 吓我 谁啊 这里没有你多管闲事的份 你又是谁啊 我就要多管这闲事 怎么了 你 没事吧 往后一点 小心别伤到 来 今天这么热闹 诸位是把太极系 当菜市场了吗 太极系的当家人 终于来了 既然太极系的队长到了 那我们的挑战书 也算是正式下达了 白海洋 你不会不敢接吧 大家如果有什么误会 可以解释 少安勿躁 挑战书的事情 我们日后再议 没什么可冷静的 你趁我们不备 派一个小姑娘上门切磋 这是存心要伤我们的脸面 这个过节 过不去 只准你们上门挑战 而我们就要从成计议 白海洋 今天这挑战书 不接也得接 不懂规矩就得接受教训 我劝你们还是优雅地接受我们的挑战为好 多说无意 今天这场 我打定了 好 好 找我们来什么事 难道你们一个个 就任由太极系 挤在你们脑袋上 谭林 你这话 什么意思 我只是看不惯太极系这么嚣张罢了 他们没落的时候 就敢上门切磋 如今 魏初也要回来了 似乎有一场大事要干 如果我们现在不给他们一点教训 恐怕他们到时候 就真的起在咱们头上啊 他们既然能上门切磋 我们也能 但是我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废除太极系 怎么样 有愿意一起的吗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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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挑战书太极系接了 事情的经过 我已经了解了 既然这件事 由太极系引起 这挑战书 自然就没有不接的道理 很好 还是咱们的学生会会长 说话干脆 还有 我们跟太极系之间的打赌 也请会长给我们做个见证 还是跟我说的一样 假如你们太极系败了 就得直接废戏 好 既然挑战书已经接了 那附加的条件也一并作数 不过 太极系 也要提出相应的条件 才算公平 什么条件 如果太极系 赢了所有的武学系 就证明是藏风学院最强的 那明年 全国武道大会 唯一的参赛资格 就得交给太极系 怎么 是怕了吗 怎么可能 这个时候 还想着全国武道大会的参赛资格 这次我费定你们太极系 这个赌约 我接受 既然这样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们学院比武的规矩 要上报学校 并且 邀请导师作为裁判 我们这一次 设计的派系比较多 一层一层申报下去 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你们太极系 已经没落成这个样子了 给多少时间 也只是浪费时间 三个月 就三个月吧 我们同意了 我们同意 同意 那好 既然如此 三个月后 我们摆设了一台 欢迎各位一条站 那么各位 请回吧 小学妹 刚刚多谢你了 我什么忙都没帮上 就 还添乱了 心可有你结尾 没有 老实说 看你身材这么娇小 没想到你居然敢冲上去 他们那帮人凶神恶煞的 你要不是运行好 可能真的受伤了 我当时什么都没想 就看着他们那么多人 围着林雪一个人吼 挺吓人的 我就上去了 挺傻的 那我就不方便 亲自送你回去了 里面还有事需要我帮忙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可以自己走的 那你路上小心 谢谢 谢谢学学 怎么啦 有人跟踪我 所以你被吓得脸的白了 我 我一点都不害怕 真不怕 不怕啊 有你在我怕什么 魏褲儿 小心 你到底是谁 魏褲儿 小心 魏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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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吗 是要哪儿了 魏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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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起来 你起来 魏褲 这一次袭击 事发突然 你这回伤伤加伤 又一次伤及了经脉 最坏的可能 是你以后再也站不起来 陈医长 这些都是真的吗 最坏的可能性 就是以后再也站不起来 再也站不起来了 一年半前 她和方琪的那次大战当中 伤得最重的就是她的右腿 上次您问我 她的旧伤恢复得怎么样 其实在那个时候 她已经恢复了六成 如果再细心地调养两年 或许可以恢复到八成 到那个时候 她就可以自如地练武了 可是这次 她的左腿经脉再次受伤 恐怕之前的努力 都要白费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也就 但是福建的疗程非常地漫长 而且过程极为痛快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都是为了保护我 谁 陈医生 我要求回来了 先放到这儿吧 那我去看看卫处 好 我一会儿会过去 再帮她处理一下的 然后你就可以带她 早点回去 好好休息 现在就可以回去了吗 放心吧 我会定期去会诊的 别太担心 好 谢谢陈医生了 我 我 我想转系 转到太极系 你要转系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你才刚刚真正融入了书画系 我不相信 你会平白无故地想转系 这就是我自己的决定 自从 你受伤以后 太极系的每个人 情绪都很低落 甚至有些人 想转系 我也想为太极系做点什么 更何况 你教我练太极 不就是为了在关键时刻 我能铁上而出吗 你真的 喜欢太极吗 当然 我喜欢太极不光是因为爷爷 我 我喜欢太极系的每个人 我希望和大家 一起守住太极系 希望我的转系申请也可以通过 好 喂 喂 陈医生 对不起啊 这么晚了还打扰你 不碍事的 正好我也还没睡 我是想问一下 魏楚的事 魏楚 他又怎么了 没有没有 他最近状态不是很好 我想问一下 他除了静氧以外 还能有什么办法 尽快能帮他恢复 尽快恢复 断骨易絮 经络受损受阻 最难好 要想他好得快的话 得先治好他的经络之伤 那 那怎么才能治好他的 经络之伤呢 我之前在一本 医书上面看到过 他上面记载了一些 疏通经络之法 叫做子舞流注开血法 子舞流注开血法 没错 这个子舞流注开血法 是将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分为十二时辰 对应人体的十二地支 与人体十二脏腑的 气血运行 及无数血的开合 精英结合 从而达到 一日十二时辰之中 人体气血首尾相弦的 循环流注的效果 这样 能医好他吗 我在医书上 看到过类似的先例 我想 魏楚的伤势 或许可以治好 可是我不确定 而且 这个子舞流注开血法 似乎早已失传 好 我知道了 谢谢陈医生 陈医生再见 再见 怎么还不开门啊 陈医生说 这本书 只有我们学校才可能有 怎么还不开门啊 陈医生说 这本书 只有我们学校才可能有 因为他也不开门啊 他也不在乎 这个人 也不在乎 他也不在乎 我可以去挑衅 去吧 我想 我可以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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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的腿伤入骨 唧唧难消 风阴风雨 必然疼痛不止 从今往后 还要多加注意 您拨架的号码无人应答 请稍后再拨 怎么不接电话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魏楚 你 你怎么 慢点 怎么回事啊 我听陈医生说了 我 我记得了这本书 他说 他说这本书上 就能治好你 没用的 早在第一次我受伤的时候就试过 一点效果都没有 怎么可能呢 肯定有什么辣的 没看到 我 我再回去好好看一看 这个肯 肯定 肯定能有 治好你的办法 你相信我 不用了 出去吧 我 我先去开门 你 你是 你是 风飘飘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 我叫魏敏 是魏楚的奶奶 奶奶 奶奶好 那边请 奶奶 我去泡个茶 我陪你去 好啊 嗯 这个是 这个是 魏楚他睡眠不好 我就给他红茶加点柑橘花 再加点蜂蜜 奶奶 你喝什么呀 我也喝红茶 好 好 魏楚让你费心了 没事 这是我应该的 你说你应该的 奶奶 您来了 奶奶奶喝茶 奶奶喝茶 嗯 给 那么善良董事的 飘飘姑娘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我 魏楚 天这么冷 我给你披件衣服吧 我去给他拿件衣服 奶奶 您这是要调查户口啊 她只是普通家庭的孩子 那么好的女孩 为什么不早点介绍 给奶奶认识啊 奶奶又不是那种老顽固 她只是照顾我而已 好了 我不再问了 你腿现在怎么样 好点没有 您放心 没有外面传言得那么严重 希望一段时间就好起来的 你老实跟我说 是不是八旗门 又出来活动了 奶奶多虑了 这些小事 我不必能操心 奶奶也是一片苦心 如果真的出了什么意外 你叫奶奶如何是好啊 若是八旗门 真的冲出江湖 我也要准备好 做些调派反击的准备嘛 不用那么兴师动众了 又要搞得一门上下 人心惶惶 奶奶放心 这些事情我会处理好 你呀脾气总是那么倔 好了 我劝不动你 就信你好了 你要好好休息 要当心自己的身体哦 放心 给你披上 谢谢 奶奶 你不喝了 我还有点事要办 就不打扰了 你腿不方便 就不用送了 好生休养 奶奶慢走 奶奶 我送你吧 两岸原身提不住 青州已过 万从山 妙 绝妙好话 谁 我在赏话的时候 最讨厌人家打我 我 没文化 话说什么风把您吹来 派局中师 有事愿意 请上座 行了行了 不要来这一套 我今天来 就是想问你 你到底是 怎么照顾卫处的 为什么我的孙儿好好的 就让人偷袭 伤得这么重 抱歉 但是对于这件事情 他被打伤这件事 我的内心啊 也是翻江倒海 也不能寐啊 他是我需要最优秀的 所以说啊 我一定要找出身秀 行了行了 我不爱听关枪 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是 有消息一定通知你 这个卫处啊 吉人天下 凤飘飘在照顾他 所以说他很快就能够痊愈了 连你都知道 凤飘飘在照顾卫处吗 当然了 整个上相书院都知道啊 你不知道 容许我这感情的局外人 让你了解多一点 凤飘飘 允文允武 他的长相比林志玲漂亮 那气质啊 可以媲美这个新生代的演员 叫升迁的 身材只有玛丽连梦露能够一直看 而且我告诉你 他做成书画世家 是你的菜 你一定会很喜欢他的 当你的身习妇 别忘了 请我喝杯酒 你刚说书画世家 对啊 那你说说 他是个怎样的人 当然了 不能光说优点 缺点也要说一说 人没有实权实美的 他唯一的缺点就是 入学的时候 他就要先报名 要先缴他自己的一幅画 但是他误缴了他们家的画 然后我把这幅画打开来一看 哇 惊为天人 我跟你讲 他那个比例啊 不舒服 真的那么厉害吗 当然很厉害啊 那我们这些教授 怎么会为那幅画 抢成一团呢 所以就忽略了 没有验证 飘飘 这画到底是不是他画的 那这样说起来 好像 晃飘飘有作弊的嫌疑 既然你知道他是作弊 为什么还留他 在学校里继续学习呢 可是他现在的作品 不得了耶 跟他当初拿来的画 画得一模一样 并驾齐驱耶 我是觉得他这有这个天赋了 我不忍心 所以我就把这个秘密 放在我内心深处的保险箱里面 啪 锁起来 爱财之行 你不相信他画得很好 他那可是在众目睽睽 每个人监督下画的画 你不要紧我拿给你看 那幅我不想看 我都想看看 他误教的那幅 那幅作品 为什么就惊为天人了 那是我的 放心 我不会跟你抢画的 给你看 画来了 我每天都抱着他睡觉 来 请 我可是精心将这幅画的破洞修复了 怎么了 画得不错 孔小友啊 我刚想起来还有事要办 我不跟你聊了 我先回去了啊 您请慢走 这么好的画质看两眼 没文化 去吧 敬发 好 来了 retired 乱 IK 我一定会治好你的 我一定会治好你的 来 你干嘛 你问那么多干嘛 别乱碰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这是在熟悉你的学位 还要确认按压的时间 你要治就好好治 假日虚实 胆翘阴 禀子时钟 前骨形 雾银献骨 杨鸣鱼 反本秋须 目在银 喂 爷爷 我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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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 上次那个小表弟他腿受伤了 你给的开什么药 你说 好 接下来 等一下 当归续断 嗯 什么 什么 哦 金 红花草 怎么这么多啊 嗯 灯 乌鸡 汤 我再听 哦 还好之前和爷爷就学过 中药医理和药材研磨 哎 哎 喂 厨 我给你磨药的 这可是我的秘质配方 很强的 嗯 嗯 这个是外用的吗 嗯 笨蛋 这是口服的 我跟你说 我爷爷说 这个特别好用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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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害皮合 樱龄全 星丑虚择 堡落准 啊 导人 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只想对你说出心里话 所有不安 所有喧哗 都在你面前 表达 子午节时安定雪 流传后雪 莫妄言 也许是习惯了 孤独吧 所有牵绊 所有苦难 还在挣扎 让我化作 一阵风去拥抱 渴望你 停住在我的身旁 和我一样 身在远方 其实孤单也要发光 就算失去了翅膀 也要努力 忘掉所有悲伤 学会坚强 学会坚强 心不再流浪 丁丁丑时和 少海心 吉卯坚实 包落纸 让我活着 一阵风去拥抱 渴望你 感觉 好像好一点了 陈医生和爷爷的指导的方法 果然有效 好 吉时孤单也要发光 就算失去了翅膀 也要努力 忘掉所有悲伤 学会坚强 心不再流浪 好 我看看翅膀 你站起来试试看 这种程度的伤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竟然可以恢复站立 除了子午流珠开血法 你们肯定用了别的方法 我就是按照您教我的 子午流珠开血法 一步一步来的 子午流珠开血法 主要针对血位 它对内疗和外伤 都十分有效 但没法帮助迅速恢复 你们一定还用了别的方法 难道是我爷爷教我 调的药膳起了作用 那就是了 药膳讲究内服外用 配合子午流珠开血法 方能恢复得如此迅速 你这次恢复得如此之快 实属幸识 但也只能恢复到一年半以前 武功是用不了了 你自己啊 好自为之 陈叔放心 您的鼎嘱 我记下了 再不会乱来了 生什么事 发动 我记得 你希望我已转发 进入 中央 若炭 杜利 等 两个 公里 难道 既然 刚才的动作之所以失控 还是因为发力得不到位 太极的肌肉意识 讲求的是内三合 外三合 任何的发力 都是利用重心的转换 你可以试着 把你的手臂再打开一些 再做刚才的动作试试 谢谢师傅 我知道 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只想对你说出心里话 所有不安 所有喧哗 都在你面前表达 每当夜深 眼泪会落下 也许是习惯了孤独吧 所有牵绊 所有苦难 还在挣扎 让我化作一阵风去拥抱 渴望你 定住在我的身旁 和我一样 心不再流浪 还算有进步 我刚才看你徒手截抹布 还能自己站起来了 你的武功是不是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大概吧 不过想要完全恢复 还不知道需要多久 要不然 去我爷爷那儿看看吧 他常年自己医自己 我有些伤也都是我爷爷救的 要不然去我爷爷那儿看看 不能去 奶奶 您怎么来了 你是封病行的孙女 对吗 为奶奶好 好啊 你们爷孙俩就在我眼皮底下 我竟一点没发现 真是深藏不露啊 奶奶 你是怎么知道这事的 怎么了 宋芝 我不许你见封病行 没错 我爷爷就是封病行 我带魏楚去见他 也是为了他的伤好 为了魏楚好 奶奶 我能单独跟你聊两句吗 要说起来 风云的事情 也该算是一件不幸的事 当年他偷偷流窜四大家族 偷施学艺 最后败在我魏家门下 我不仅教他练武功 还有 本来习武 就不应该是一件 有门第界限的事情 风云当年也是迫不得已 另外 您跟风云的事情 难道 奶奶都已经过失这么多年 够了 不要说了 我的事 我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我之后再解释给你听 我们先去趟你家 欧爷爷 好久不见 是不是他拜你为师以后 做错了什么事了 他从小就是不让人省心的人呢 如果他做错了什么事 你告诉我 我好好教训他 爷爷 你瞎说什么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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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好 真 真的很好 没事 是关于我奶奶 魏敏的事情 他 他 他还好吗 奶奶很好 不过 不过 他知道了飘飘的身份 不允许飘飘 继续跟着我练舞 崩爷爷 恕我直言 解灵还需细灵 越来飘飘 我希望您可以跟我奶奶再见一年 化解当年的恩怨 经过当年那件事 我哪还有脸再见他呢 爷爷 当年什么事啊 当年我为了追求五道极境 走遍达江南北 寻找避世不出的太极宗门 终于功夫不负苦心人 让我找到了隐秘的太极世家 卫世一门 多谢姑娘 请问姑娘 知不知道 太极卫世一门在哪里 你找错地方了 你休息好了 就回去吧 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我在这里已经找了三天三夜了 我一定能找到他 多谢姑娘向救 没想到 当年我偷试各大太极门派的事曝光以后 我偷试各大太极门派的事曝光以后 将写过外 - 不 neighborhood 我离开极门派的事曝光以后 我之前没有想将会 - 我不是如果 but awg - 我不再知道 - 你 suicide Don't jeı coud vielleicht - 我 irony 这种事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而且这不是光明正大的事 这事过去以后 我总是觉得再也没有脸去见他 好吧 我答应你 我去见他 要劳了 今天怎么有空 找我这个老太婆下棋啊 如果想认错 我听着 想劝我就免了 奶奶 其实我今天来 是想请你见个人 见个人 是谁啊 师父 是你 是我 好久不见了 卫靡 其实我今天来 是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当年是我做的不对 好嘞 我为你受了那么多年的罪 不是一声对不起就能抵消的 为主今天叫你来 是想让你说服我 接受风飘飘吗 这不可能 回去吧 回去吧 不愿 我们两个人的恩怨 已经过去了 我不祈求您的原谅我 只希望你对飘飘手下留情 我不是针对你 我们卫家家规明确规定 卫世太极从不外传 对你如此 对风飘飘也一样 我是代理掌门 必须恪守家规 也绝对不会允许 也绝对不会允许 我们卫家中人 违背家规 卫明 飘飘 真的很有天分 是一个不该放弃的 太极好苗子 不要让我们两个的恩怨 阻碍了下一代的发展 规矩就是规矩 像当年 我要不是看你天资聪颖 一腔热血 像要发扬太极 我也不会弄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不会让卫处犯同样的错误 好 当年我投掷学医的事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但你为什么不能考虑一下 后辈的想法 卫明 就让恩怨 只与你我二人之间 不行吗 不行 我将我的青春 全给了你 那你呢 你又感受过我现在的感受吗 这不是简简单单 一句放下就能平息的 想要进入我卫家 留在卫处身边 总是风飘飘 总是风飘 是一个奇才 我也绝不可能 接受它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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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都是我当年犯的错 连累了你们 您不用抱歉 封爷爷 我也没有想到 奶奶这一次会这么固执 你也要理解一下她 我真的辜负了她的青春 她不原谅我 我不乖着 爷爷 你别难过了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爷爷 割下我这张老脸 就是让你 要好好跟着卫处 学台极 你放心吧 我会好好跟她练的 那就好 你也不用担心我 对了 你的伤 怎么样了 能让我看看吗 你受的重伤 还没有完全康复 不过没问题 有希望痊愈的 真的吗 当然了 当然了 你爷爷当年 透视学艺的时候 也学到了一点 打通经脉的方法 还能有假呀 那封爷爷 我还需要什么条理呢 药膳继续用 不过 要练武 要练武 练武 当然了 他的伤一直没有好 就是因为根基坏了 我现在叫他练武 就是要把全身的经脉 活跃起来 那一定恢复得更快 我记在心上了 谢谢冯爷爷 让诸位门主和奶奶纠等了 这位女孩就是封病行的孙女儿 魏掌门 之前你说代掌门说要召开家族大会 便向我们当面澄清和封家的关系 如今掌门却带着封家人初双入队 这是在呼诺我们这些门主吗 皇门主 稍安勿躁 魏楚 你和封飘飘现坐下 不用了 我站着说就行了 武林败类之流 我等不屑语之同武 没错 这女孩是封家的后人 魏掌门带她参加家族大会 把她封为座上宾 简直是对我们的起始大辱 今天向大家召集在此 是为了排解雕 多年存在于太极四大家族中的门帝之间 诸位对封并行和封飘飘的偏见 都起始于宗门立下的 船内不船外的规矩 因为这个规矩 不仅我卫视一门封闭多年 其他的三大家族也包括在内 这么多年来 没有诞生出一位太极宗师 长此以往 太极再无希望 魏楚啊 如此威严耸听 是否出言过早 毕竟我四大家 靠着船内不船外的规矩 才保持了太极的独特性和竞争力 若是放开了 那太极才是真的乱了套了 可如果 有非四大家族练武奇才 被发现了呢 如果这个人被发现了 我的意见是敞开大门 互相交流学习 给太极注入新的力量 祖宗的规矩不可坏 你今天的话已经犯了大不尽 请魏始终辞领罚吧 代者们小小年纪出此狂言 岂是一次惩罚就能了事的 没错 太狂妄了 忠言逆耳 如果诸位觉得魏楚年少轻狂 不如我们打个赌 魏楚够了 今天叫你来 是想让你澄清风病行 和风飘飘偷学太极一事 还有澄清和风飘飘的关系 不是让你来当众捣乱的 你到底想做什么 奶奶 我要在这里 当众送飘飘为徒 以全国舞蹈大会为约 如果飘飘 赢得了全国舞蹈大会的冠军 你们就得承认 他魏氏弟子的身份 如果他输了 我愿主动辞去 魏氏掌门一职 从此再也不提门第一事 如何 全国舞蹈大会冠军 就凭他 真是痴人说梦 好啊 我倒是想看看 掌门能培养出什么样的弟子 这次全国舞蹈大会 按理说 太极正宗也会派高人去 人选 不是仙姑 不就是我 哼 就凭他 想打败我 一个区区武林败烈的孙女 门都没有 好 那就请诸位于明日 见证 我和飘飘的拜师大典 这也是 我在他的生命 请弟子入席 请弟子入席 请诗者入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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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诗者上香 向历代掌门请礼 请掌者和师者就座 请各门主就座 请弟子送读 拜师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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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随魏楚先生道鉴 弟子风飘飘 年十八 久仰先生武艺 承蒙先生允纳门下 愿拜魏氏太极掌门 魏楚为师 执弟子之礼 谨遵师教 风飘飘多命 请弟子承上拜师席 请弟子向历代掌门 行大礼 请弟子向历代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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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弟子向历代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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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徒帖 你我师徒结缘 实为姓氏 进入我们 日后当刻苦修行 望你天资聪颖 别具慧根 但仍须借交借造 保持进取 方能弘扬太极民族文化 此帖为证 魏楚 风飘飘现已正式败入 魏氏门下 为魏氏太极第二十四代弟子 礼成 起来吧 飘飘 我也没给你准备什么礼物 这个 就当做给你的见面礼吧 这是 掌门对新收的弟子偏爱有加 家传的玉佩都相送了 可不是吗 诸位门主 我对飘飘寄予厚望 希望她能够在全国舞蹈大会上夺冠 养我魏氏一门的名声 自然 要把代表掌门弟子的信物交托给她 魏楚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师父 还有什么需要收拾的吗 要不搜搜地 挺干净的呀 古人练武 会把武功融入到生活当中 意思就是 把武功的一朝一世 都可以融入到行 立 坐 卧 劈柴为马 扫地出草之中 融会贯通 幸运不离 幸运不离 无惧 多一点努力 成败都有不平凡的意义 一步一步向前慢慢靠近 一朝一夕 解决所有难题 就算有再多阻力 我也不会放弃 守护只属于我们初心的秘密 把伪装写去 把伪装写去 做回自己 就算世界与你为敌我 依然 沉在你的身边 静静握住指尖传递出勇敢 说再见 哪个胆笑会 许下心愿要学会 为你并肩 不畏前路前线 坚定全心全力 全心全意 不离散 初次相遇 天天的空气 心依心虚 心神全面站立 不再逃避 用全力冲击 证明自己 可以改变过去 一笔笔画 写下最美回忆 和一点一滴 推演爱的截律 不管未来难或移 都要学会珍惜 创造那属于我们梦想的积极 把伪装写去 把伪装写去 做回自己 就算世界 与你唯一的我依然 沉在你的身边 静静握住指尖传递出勇敢 说再见 想却我虽见 取下心愿 要学会与你并肩 这是什么 这是你的制胜法宝 右边的招式你记下 左边的招式呢 是破解之法 给你一小时时间记下来 然后我们去练一下 嗯 生日快乐 等等 bing 惊 mistake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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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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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这真的是我从小到大 过过最开心的一个生日了 谢谢你们 来 蛋糕给我吧 肖肖师姐 你来就来嘛 带那么多吃的干啥 请大家分点吃吧 吃东西喽 这个给你 来 大家分一下 来 来 大家分一下 来 来 大家分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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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点啊 这个不是海洋的便当吗 我们吃了 她吃什么 人家当然得私下约去吧 人家当然得私下约去吧 来 来 快点 来 快点 学长 我真的没想到 你会为我做这么多 这不是我一个人功劳 大家 都想给你个惊喜吗 别傻站着的 去吃蛋糕吧 好 我已经定好了位置了 等一下我们一起去吃饭 今天那个是我最大的贵品了 要不然先吃蛋糕吧 你做的我一定要吃的 嗯 要不然先吃蛋糕吧 你做的我一定要吃的 好吃啊 嗯 嗯 真好吃 真好吃 来 大家给我吃点 嗯 嗯 好吃 好吃 怎么样 生日快乐 谢谢你 我真的好久都没有那么开心过了 我也是 先生 这是您点的酒 现在要开吗 可以开 晓晓 我先去趟洗手间 你再等我一下 好 真心想要 时间到了 小女孩儿的门关马车 也该消失了 我给你开心 我做一个最后的车子 我发现了 我开心 你现在真的想要做 职兰 也好 我才会说 有点儿 你不要开心 你不要开心 我 我才能给你 我小明君 我小明君 我们需要小明儿 你 zitten 我一定是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整整在厕所蹲了一夜晚上 吃药都没有用 怎么你们两个也拉肚子 难道海洋师叔你也中招了 不知道大家制作了什么东西 现在去医院也来不及了 大家全都这个样子 怎么办 各位 你们这是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一个个跟软脚瞎似的 要我说 你们还是别参加比赛了 省省 要不然不仅丢了面子 还丢了李子 你给我闭嘴 咱们回家吧 回家 谁说我们太极系没人了 翁飘飘已经通过了转系申请 成为了我们太极系的人 贵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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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商在宣 我也是要自己商场的 接下来这个飘飘版 你也知道 它是我的秘密武器 本来还想藏一段时间 既然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也就只能天降骑兵了 谢了 要谢 就谢我的骑兵吧 现在我和飘飘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叽叽歪歪的 你们还打不打 这一次我不会出战 我会派风飘飘出战 风飘飘现在已经转到了太极系 你们如果对她的实力 有所疑问的话 一会儿上场便知 既然你们太极系的人到齐了 那就快点比赛吧 擂台赛正式开始 首先是空手倒戏 对战太极系 太极系 但是 schauen 是 candida 人精进取手请上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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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极系手类成功 请柔道系选手准备上场 请柔道系选手 太极系联选三局 是否还有其他派系上台打类 还有谁 如果没有后续挑战者 太极系将手类成功 我来 新的挑战者上台打类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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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笑 快下来 这才比赛呢 笑笑 休息室在那边 不一会儿就过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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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肇彪 你怎么那么傻呢 还不明白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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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八旗掌 他怎么会 彪彪小心 夏小 我们别打了 我把你当最好的朋友 缩手吧 你要是把我当朋友 你就认输吧 我不能认输 我耽误魏楚了 我和魏楚 跟整个太极派都有仇 我是不会罢休的 你要是不认输 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所以肯定是他给我们下的药 让我们上不了擂台 也是他学了我们的功夫 袭击了魏师兄 韩耀师兄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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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次回予告 飘飘加油 飘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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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飘飘 飘飘飘飘 飘飘飘 飘飘飘 飘飘飘飘 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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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 飘飘飘飘飘飘飘 飘飘飘 飘飘飘飘飘飘飘 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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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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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就一点都没怀疑过我吗 那又怎么样 我从来没有怀疑朋友这个习惯 但是 飘飘 我和魏初的仇恨 是不可能一笔勾销的 所以只要你和他还在一起 我们就不可能做朋友 你走吧 要我们休息 明天再看 你要停住我 你外公 他的遗愿是让你做门主 我绝不会违背他的誓言 现在 方兆天纠结了一伙人准备夺权 你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啊 不管是魏初 还是方兆天 我都会让他们选择选成 我都会让他们选择选成 外公 我让您失望了是吗 我让您失望了是吗 你们带我来这儿做什么 两年前 方济设计绑架了太极系四大家族的所有传人 都在这里 你可以问一下 晓晓 光是 梅叔说的话都是真的 其实 我也是当年被方济绑架的 太极系后一之一 不光是我 还有陈兵 和杨连雪 太极系那小子 把所有的罪到 作用力一出绑架 妄图 拿我们威胁父母 为了能逃出去 我和方济一较高下 最后双双重伤 这里 就是当初他绑架我们的地方 方济你太卑鄙了 兵不厌诈 胜者为王 当时确实如此 警局也保留了资料 之后方济服毒自杀 卫蟲打死了你的外公 那个混蛋小子 在你外公的茶水里放了药 案件也就不了了之了 八七 不会认输 这来了快跑啊 快跑啊 快走 快走 如果不是卫蟲的话 恐怕 恐怕 你们都难逃一切 方济的死与我无关 我问心无愧 今天带你来说这些 我只是不想要飘飘 因为你的猜忌 而两难 如果你依旧想要追究 就公平比试 肖肖 你还有我 我要上自己尽体了 你不能求求我 要是霸气门的地子知道了 已经不会放过你的 屁大点霸气 上上下下一半都是我的人 你觉得我会害怕吗 把他给我看好了 王朝天 回来 把我出去 王朝天 今日把你们集合起来 是有件不幸的事 门主病倒了 什么 门主病倒了 王朝天 你别胡说八道 昨日我还见过门主 我们要见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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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如果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他得的是传染病 在治愈之前不能探望 他特地叮嘱我 让我代理门主之位 你们如果谁不服我 可以跟我打一场 谁要是赢了 代理门主之位我就让给他 你们谁敢跟我比试啊 我们太极派绝对不可以和其他门派 一同参加武道大会 要是给他们看见了 就会说我们太极 后继无人 落人口实 对我们实在不利啊 但现在的情况 这是最佳阵容 但太极向来是船内不船外 能让风飘飘代表我们参加 已经是法外太恩了 可何况萧啸 她是八旗门的人 你们这个组队 真是有违老祖宗的规矩啊 魏奶奶 正是因为这样的规定 太极才会一再地落寞 只有废出门第之间 太极才可以早日发言光大 太极未来的动向如何 我管不到 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规矩乱了 魏奶奶 我用我和爷爷的名义担保 一定不会辜负太极系的名声 奶奶 我也用我的名义担保 事态尽急 您就答应吧 奶奶 好了 那太极就交给你们了 想什么呢 对于你这种智商的人来说 把问题讲出来 才能解决问题 行行行 就你智商最高了好吧 其实我在想 如果我全国舞蹈大会 都冠军了 我就得出国大比赛了 训练加上比赛 得一年后才能回国 到时候就得留你一个 乖老人在这儿 那你说怎么办 你不聪明吗 你问我 我怎么知道 想让我跟你一起去啊 我想 如果这份荣誉 是我们俩一起获得的话 那该多好 你不去的话 我一个人 就是有点可惜了 这么喜欢我 还不承认 别看着我了 行行行行行 我全世界最喜欢你的 行了吧 整天就知道逗我 等到时候我真出国比赛了 你就自己跟自己玩去吧 是不是我如果打不赢比赛 就可以一直在你身边了 来来来 别看了 藏起来 我们今天来唱歌 喂 喂喂 你玩具还挺多的 我们就当今天是放假吧 你该不是不会唱歌吧 确实 嗯 确实 好 你也会唱歌 你也会唱歌 你唱歌 你唱歌 没有太多阻力 我也不会放弃 守护只属于我们初心的秘密 把伪装写去 做回自己 就算世界 与你为敌 我依然 沉在你的身边 紧紧握住指针 传递出勇敢 说再见 说再见 哪个胆消灰 许向心愿 要学会 你并肩 不为前路 前线 坚定全心全意 全心全意 不离散 好 唱得 那就还 还行吧 给你再唱唱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最近 一天玩的时间 比训练的时间还要长 我这不是前段时间 一直都在训练吗 放个假呗 好 行 行 行 我答应你好吧 得 那个全国舞蹈大会 我一定会得冠军的 不用说 用做的 你这人怎么那么烦人呢 我 我这不是想的是 要是我要得冠军了 你就一个人 我还得出国 我不想留点咱们两个人 一起的回忆吗 这个问题 不是应该拿到了 全国舞蹈大会的冠军 才有考虑的吗 你跟你玩的 你自己唱 你坐在这儿干吗 出去玩 你坐在这儿干吗 出去玩 佩佩佑 你都休息这么久了 是不是应该劳逸结合 劳逸结合 一会儿就训练吧 不不不不 今天我看外面天气特别好 我们要不然出去逛逛街买买好吃的 巧克力豆 彩虹糖 棒棒糖 口蓝糖 算了 反正我也管不了你 不然 我们去放风呢吧 佩佩 我觉得 我们要分开一段时间 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意思 分开 分开 可以啊 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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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开多久 走 走吧 分开多久 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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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开一分钟 分开一分钟 一星期 一个月 分开多久 走 回去吧 我回哪儿去啊 滚 滚 好 满开 满开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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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才高一点 腰是力量的源泉 我 我这不是想的是 我不想留点咱们两个人 一起的回忆吗 至于吗 我不就 想跟你多待一会儿 你却果肉分开 你有病吗 我要跟他理论一下 起床 为了一点小事就赶我出门了 想起过 我 我不就是想跟你多待一会儿吗 不就好啊 连工吗 我 我把线索放在这儿不就好了吗 他会一直跳过来 这儿不就好了吧 进来吧 原来你在喝茶 看了我来的正是热 你今天来 是来问我跟飘飘的事吧 果然 什么都瞒不过你 我想请你帮个忙 说吧 我希望 你可以陪在他的身边 监督他练习 这不应该是你做的事吗 怎么 你们还真打算暂时分开啊 为什么 王兆天这个人 轨迹多端 他为了比赛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我担心 在赛前 他会对风爷爷动手 这样 就必然会影响到飘飘 我不允许飘飘 在任何情况下 受到任何影响 这件事情 确实不能让飘飘知道 我以师父的身份 陪在他身边这么久 见证了他 一个 又一个的台阶 但我知道 他还可以变得更强 只是这个新的阶段 必须要摆脱对我的依赖 靠自己的努力 达到新的高度 原来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飘飘 就连暂时分开也是 那你一个人 你放心 你只需要 陪飘飘和大家训练就好 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大家 其他的 就交给我吧 好吧 既然都开口了 我照做就是 我会给你一份详细的训练计划 接下来 就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好 手艺肩肠 手艺肩肠 不错 这个话 我知道了 我就是一个人形的偷步 这怎么这么难练啊 飘飘 我觉得我们要分开一段时间 什么意思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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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刘彪 你没事吧 学长 你怎么来了 是这样的 从今天开始 我来替卫手督促你的训练 对了 这个茶对你练功有好处 是他叫你来的吧 不管你信不信 位数都是这个世界上 最希望你好 还是最关心你的人 是 行了 别说了 我们开始练吧 那好 我们先开始 你的招式呢 现在很纯手 但是辩着要有点过于僵硬 那我们先从拆招的灵活性联系 好 欢迎大家来到全国舞蹈大会的比赛现场 全国舞蹈大会是太极界与其他民间武术团体的交流比赛 第一轮淘汰赛 究竟哪些选手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呢 今天的比赛 首先是太极系风飘飘 对战浮土派阿峰 太极系能否缔造不败神话 请大家拭目以待 天哪 一招制泥 高手啊 简直不可思议 恭喜太极系风飘飘 战胜浮土派选手 跟鼠架的真不错 八戚门王少天 对战金刚派最强高手阿浦 没想到在出赛就能看到如此强强的音乐 又是一招制泥 你们这些各大门派的高手 都败在我手里 看来这全国武道大会的冠军 我势在必得 一个月的赛程进办 太极系五人竟然全部都进入了前二十 八戚门四人也不甘示弱 惊喜连连 让我们期待之后二十进十的比赛 八戚门选手杰克 对战太极系陈兵 陈兵加油 八戚门 디兵 八戚门二十 八戚门当初 九戊气球 柳iset橡胜 用动摆 May 两 二十 你 六 二十 四 三 二十 七 六 好 这个债虽然快 但是肯定不是我们前面的对手 这人怎么可以这样 凌雪 别生动 八旗满 上桌 不可能中他们激将塔 他们应招多事 陈平 你的手没事吧 抱歉 我大意了 没关系 只要你没事就好 人没事就好 很疼吗 小事情 不用担心了 去吧 今天这是我们最后一场比赛 太极系和归原派 再次狭路相逢 选手杨宁雪 对战归原派最后一人 刘青 宁水加油啊 究竟会鹿死谁手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军的 吴 鸡 鸡 楼 恭喜刘钦为归原派拿下一场 经过连续三日的比赛 十位选手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 太极其风飘飘 白海洋 肖孝 八气门王兆天都成功晋级 然而金刚派和空同派的两位选手 因伤势过重选择退赛 所以今天的比赛将变为八进四 不知道太极其今天是否能够重振雄风 由太极其的选手白海洋 对战归原派刘钦的比赛 已将开始 你说这场海洋的胜算大吗 难道 上一届五道大会的时候 未属赛我们就是败在他的手上 今天的比赛是决定半决赛名额的关键赛程 归原派刘钦会让太极其白海洋趁心吗 刘钦既然主动发起进攻 太遗憾了 恭喜归原派刘钦获胜 海洋又怎么样 没事吧 我没事 归原派刘钦成功晋级半决赛 果然我还是输了 对不起大家 没能和你们一起战斗到最后 接下来就靠你们了 你们要加油啊 你已经尽力了 下面太极其队长风飘飘 对战八旗门杰克的比赛马上开始 八旗门队长王兆天已成功晋级 半决赛还剩下两个名额 杰克能否为八旗门拿下一个名额呢 对战的是队长风飘飘 还真不好说呀 风飘飘飘和杰克的比赛已经到了怀热化的阶段 风飘飘和杰克的比赛已经到了怀热化的阶段 队长风飘飘和杰克的比赛还剩下一个名额呢 队长风飘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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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风飘 队长风飘 这是今天最后一场比赛 由太极其肖孝对战三大高手阿军 他们之中将决选出最后一个半决赛名额 恭喜选手肖孝 击败三大高手 太极其实力太强了 有两位女选手进入半决赛 太极不愧是传承千年的国术 让我们一起期待最后一天的半决赛和决赛 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只想对你说出心里话 墓决赛 未处 我知道你在里面 未当自己的菜 明天 我就要跟王 Nah80打了 还受点不安心 不过你放心 明天比赛我一定会赢 因为这是我们的梦想 等我回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舞蹈大会的最终比赛日 今天将会进行三场比赛 两场半决赛和一场决赛 两场半决赛特别为太极七的风飘飘 对战八七门的王兆天 太极七的肖孝 对战归原派的刘青 归原派的刘青是我们赛场上的熟客 上届比赛击败过太极七 现在是怎么回事 怎么走风飘飘一个人 肖孝不过今天也比赛吗 对 您所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八七门代表王兆天 在比赛前夕才赶回国内 他在八七场中融入了太拳的精髓 技术精湛让人叹为观止 什么技法精湛 这个人阴险狠毒 早年在东南亚打黑拳 卑鄙无耻还差不多 现在不是担心这个时候了 太极七代表风飘飘和肖孝 更是女中豪杰 前面几场比赛令人记忆深刻 今天没有看到太极七选手亮相 这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办呀 都这个时候了 也就是肖孝和归原派刘青的比赛 我会不会不信发 马上就要开始了 离开赛还有一分钟 如果太极七选手再不到场 便会自动判复 刘青和王兆天将直接进行决赛 太极七的风飘飘队长 正在迎面走来 可是肖孝选手呢 如果肖孝再不到场 他就是自动放弃比赛 归原派刘青将直接进行决赛 离开赛还有不到四十秒 即将进入倒计时阶段 离开赛还有十秒 离开赛还有十秒 现在看来肖孝选手肯定是要迟到了 三 五 四 三 二 一 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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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完了 县长的各位观众朋友 很抱歉 刚刚我接到通知 选手肖孝在上一场战斗中受伤 经过伤情鉴定 无法参加本次半决赛 不由替补选手 为楚出战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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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决赛第一场 由太极系位储 对阵归原派刘青的比赛 即将开始 合选手段 咱尔 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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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尔 劝尔 你 太极器撑 招式更加的灵活多变 没想到他受伤的这几年 功力不但没有退步 反而更强了 半决赛第二场 太极器风飘飘 对阵八旗门王兆天 封家小姑娘 据我所知 你跟太极们的关系不是太好 何必在这里为他们站台 你现在下去 把冠军让给我 如何 你管我 不知好歹 半决赛第一场正式开始 风飘飘摆出太极器击手势 那如果战胜王兆天 请大家睁大眼睛 拭目以待 太极功夫不过如此 你现在下去 我还能留你一条小命 我还能留你一条小今天 培匡域 为了 我还能留你一条小案 不过 再准备 我还能留在 天人加油 好 起来 这局我们认输 小姑娘 今天算你幸运 魏处 好久不见 是啊 好久不见 王兆天获胜 休息片刻 我们即将迎来最终决赛 你为什么不认输 再继续打下去 你会跟我当年一样 被打成残废 甚至 有可能丢掉性命 对不起 你没有做错什么 接下来 交给我吧 观众朋友们 欢迎回到比赛现场 经过一个小时的休息 本届全国舞蹈大会的最终决赛 拉开序幕 这位前大赛冠军 引派太极卫士的掌门人 能否战胜八旗门王兆天选手 是再上辉煌 还是悍然离场呢 我就说 卫处肯定没问题的 加油 打架了 好 为啥不是可以一招自身的吗 为啥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逞强 我刚刚用力的话 你已经下去了 你想找死 今天就废了你 我刚刚用力 太极功夫绝地反击 无愧是引派卫士掌门 卫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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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太极派 获得全国武道大会的冠军 卫宠 根据太极派五名选手的积分 孔飘飘将作为个人冠军 继续带领太极武人 战争战队代表中国 参加世界武道大会 令人惊讶的是 风飘飘肖孝 可不是传统的太极传人 太极派打破了门帝之箭 黄教天 我现在以非法拘禁 绑架未遂等一系列罪证 依法逮捕你 带走 走 谭林 你出卖我 师叔 这是你罪有应得 到了牢里 记得好好改造啊 师叔 你 放开我 放开我 走吧 今天你才是主角 好好表现 太极走向世界 这是CMFU的枪 也是中国传统武术枪 莫胜队长风飘飘 是否有什么感言呢 太极走向世界 我来说两句吧 我作为队长 我作为队长 我一路走来 看我身后的这些朋友们 我们经历了太多风风雨雨 我今天不 不哭啊 因为我 我这么长时间 大家教会了我一个 一个事情 就是要坚强 感谢他们 无论在什么时候 都会这样站在我身后 帮助我 陪着我 还有呢 在这里 除了爷爷 我想感谢一个人 我想感谢他 谢谢他 谢谢他教会了我 如何去爱 去爱别人 去被爱 去接受爱 告诉我 努力了 就一定会有结果 最后我想说 我想将太极发扬光大 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 CM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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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会处的照片 跳起来的致命一击 是我教的 那不是我教的吗 你在看什么玩意儿 不服切磋啊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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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怎么回事 海洋说吧 那个 我的是 好 这样说吧 肖肖猜测 谈恋这么多日 一直被王兆田囚禁 我们找魏楚帮忙 趁今日 王兆田参加比赛 一起去方家解救了待遇 同时配合公安部门 将王兆田的黑帮势力 一扫而进 警官 我的朋友就被关在这里面 走 抓起来 快走 带走 你 你这是 上次 你救了我一回 我也救你一回 我们就扯平了 对不起 你刚刚说什么 我怎么好像没听清呢 借好就收 我们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打倒王兆田 他背靠东南亚黑帮 想要把把秦文打造成他自己的组织 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 破坏他的寂寞 其实 我早有办法 就看你配不配合了 你都不知道吧 之前还是多亏海洋 跟魏楚 别醒我 我才去救了谭林 其实魏楚为你做了很多事 你不知道而已 就像风爷爷之前差点被绑架 也是他提醒我们有了防备 才捷住八旗门的人 我 我爷爷 放心吧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的 对啊 再加上 魏楚这么聪明伶俐 我还教他这么多招 对不对 又是你教的 魏师兄啊 都是为了你 都是为了你 行了 我先去找找他 雨大不中流 这魏楚给上纸条 人却不见了 不知道搞什么 跟我玩中藏 幼稚鬼真的是 去哪找啊 今天需要深呼吸 保持强尬的定理 暧昧是基本可题 跟熬夜没有关系 我我我有点投机 只是有点紧张而已 我就是这样偶尔会变本 有些迟钝 也可以解释为单纯 好连人试探多年的心得 往时间中方向前跑 向前跑 Just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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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对我带着太急 该怎么试着防御 我的步伐在哪里 你是不是敢说几句 别对我表现太急 寻找那种丝马迹 却依然在浮现 暧昧的情节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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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心 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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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来的你 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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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的秘密 藏藏藏藏藏在谁的心 太太太太即生了你 不小心一切都归零 抓不住搞不定的 轻飘飘的 小心一点你 不平凡女生 不遵守规则 才印象深刻 为公开身份 别不想承认 谁是我的 我是谁的 别对我的 哪 这太急 该怎么试着防御 我的步伐在哪里 你是不是敢说几句 别对我的 太急 寻找那种丝马迹 却依然在浮现 套美的情节 处处处处处 有点心 不 不 不 我 心爱的你 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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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的秘密 藏藏藏藏藏在谁的心 大家在台阶上了你 不相信一切都为你 抓不住搞固定的 请调调的相信一点你 这是什么呀 不对 我走这么远 绕这么多路 最好念这首诗吗 直见共舞 双云熙 子舞春秋长相守 真难念 背楚 不会是要让我背下来吧 那我背几句吧 这不对吧 这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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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日 还是 谁生日 我刚刚 门外那个是你贴的啊 你 你知道我绕这么一大圈 就为了独门口那诗啊 我们是冠军 都冠军了 所以那个诗帧内容你看懂了吗 就是重要嘛 我看不看得懂 有什么关系呢 我现在得了冠军 我就要去参加全世界的舞蹈大会了 我参加全世界舞蹈大会 我就得专心练功 我就没办法 我没办法读诗啊 对吧 他每一句的第一个字 连在一起念一下 执子 执手 与 子偕老 嗯 傻瓜 都带去散了 把伪装写去 做回自己 就算世界与你为敌 我依然 沉在你的身边 紧紧握住指尖 穿地处勇严 说再见 那个胆小鬼 许下心愿 要学会 你并肩 抱歉 这里 这里装饰的 有一些俗套 好 风飘飘 我想 从今以后 都可以 一直牵着你的手 你总说 是我一直保护着你 可是 我就想这么 一直保护你一辈子 穿造那属于我们梦想的奇迹 飘飘 你愿意 做回自己 就算世界与你为敌的我依然 嫁给我吗 只能子之手 也自信了 你自信了 说再见 那个胆小鬼 许下心愿 要学会 你并肩 我愿意 我愿意 全心全意 全心全意 不离散 在原地磨练 我们的默契 不离不弃 在心底描绘给你的喜记 全心全意 全心全意 把伪装写去 做回自己 就算世界与你为敌我依然 站在你的身边 静静握住指尖 传递出勇雅 说再见 想却落从前 许下心愿 要学会 与你并肩 不为前路 前线 坚定全心全意 全心全意 全心全意 为你 今生今世 不离散 My love 雙方代表队各派两名选手出战 选手年龄限至十六到三十五岁 不限流派招数与性别 限时十分钟内 得分高的一方获胜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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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这秒 你 优优独播剧场——YK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独播剧场——YK